觀眾朋友 今天來講教育的問題 私校倒閉 不管是私校 像是高中職以下 乃至於像是大學 科技學院 這種倒閉的風暴 其實早就開始了 只是看起來這個問題 會越來越嚴重 在苗栗的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現在呢 老師跟學生們 以及聲援的 像是高教工會等團體 正在教育部 要業術教育部抗議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遭到董事會掏空 到目前為止 老師們的薪水發不出來 職員們的薪水發不出來 而看起來非常有可能 今年亞太可能要停招 如果停招的話 那麼還在念亞太的學生 怎麼辦 能不能順利畢業 他們的救教權 又該如何保障 可是為什麼一間私校會 搞成這個樣子 在之前呢 其實亞太呢 就已經傳出來 像是校董掏空的問題 經營不善的問題 而在幾年前呢 教育部也積極的介入 可是為什麼到現在 亞太的問題是無法收拾 再一個更大的問題是 當一間一間的私校 都出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教育部 該用什麼樣的立場 高教工會強烈要求說 現在教育部就要直接介入 接管董事會 可是教育部說 不行 我要依法行政 根據私校法第25條 我要先行文叫他改善 他如果真的不能改善呢 我才考慮說 要不要說 去解散他的董事會 也不是說教育部要解散 就可以解散 他要經過法院宣判 真的要解散董事會之後 才可以來接管董事會 這個過程搞下去 可能要五六個月以上 接下來包括私校校產 會不會遭到變賣掏空的問題 包括老師的薪水工作權 如何保障的問題 更包括學生受教權的問題 一夜之秋 從亞太技術學院來談談 現在整個私校所面臨到 經營困難 以及教育部該用 什麼樣的政策態度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亞太創意 技術學院的專任教師 黃慧之 黃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現在的 榮華科技大學的校長 同時他也是私立科技大學 校院協進會的名譽理事長 葛志祥 葛校長你好 各位好 非常感謝 再來歡迎是高教工會 主治部主任 林柏怡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特別感謝是全國教師公會 總聯合會的理事長 張旭正 旭正老師 各位鄉親大家好 現在師生們正在教育部夜宿 理由很簡單 要求政府硬起來 馬上介入亞太的經營困難 憤怒收掉自己的教授證書和著作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前校長 謝金清 何數十位師生代表 到教育部抗議 因為學校董事長何校長 紛紛在上週辭職 結果又同時傳出學校資金不足 準備停辦的消息 讓他們相當擔心 我覺得不應該把他們的那些利益 建立在我們的未來上 我們只是想要好好學完 然後以後做這個方面的行業 一年半前還有將近三千多個學生 現在校內已經剩下不到 八百個學生了 就在請問這不是島校 什麼是島校 學校說要停辦了 教育部說 那我們就幫你轉學 馬 資深老師說 醫生集團在二零一六年入主學校董事會 至今已經換了五位校長 還停招不少科系 強逼學生轉學 更一度積欠老師的學術研究費 等款項達千萬元 但師生多次陳情 問題卻沒有解決 這個學校是連學生都被迫轉走 現在課展開不出來 被兵犯 收告 你要在睡覺 你這什麼標準 大概目前他沒有說 依照私校法二十五條 我們可以去跟法院申請解散的一個條件 現金大概還有七百多萬 那不過因為發完了四月份的薪水 大概將近五百萬左右 所以大概現在學校剩下兩百五十萬左右的現金 針對應屆畢業生 教育部強調會要求學校持續開課到學期結束 107學年後還在學的學生會協助轉學或協調附近的師資到學校上課 也會幫忙老師轉校或轉業 至於校產部分 因為土地和建物都已經完成信託 不會被挪用 但亞太師生和高教工會 不滿教育部不能立即的接管亞太 表示未來將持續地進行抗議 記者唐任秋夫財配報導 黃老師先請教 亞太是在苗栗頭份 是 很久的學校 我們今年邁入二十九年 已經二十九年的時間了 二十九年的學校 將近三十年 是 先談老師了 所以老師到現在 幾個月薪水沒拿到 老師的部分 經過教育部二月份給我們的協商 一百零五年的欠薪都已經還了 現在有四十多位 一百零六學年度 一百零五年是兩年前 一百零五年是去年 一百零五年學年度 所以去年的錢 最近還了 對 就在上個月全部還 全數還清 去年的錢 在今年四月的時候還了 是 那今年現在已經是五月了 所以今年錢還沒還 今年還有一筆是 老師有四十幾位 研究費被打三折的部分 教育部要求學校要重啟協商 學校一直在閃避這個東西 總共還欠了 將應該有一千多萬 所以今年一二三四 老師的研究費都還沒給 有四十幾位老師的研究費 還拖欠著啦 沒給足啦 那有十二位有給足 這是老師的部分 然後教員的部分 那職員的部分 職員的部分 從宜盛一百零五學年度八月進來之後 他就片面的幫職員的薪薪資 就是片面的打折 所以職員的部分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拖欠著的 OK 那是因為沒錢 經營不善 還是不想給 可能都有 我們猜都有啦 不過他入主的條件是要恢復全面的 教職員的薪資 這個首先他就跳票了 OK 那現在學生的部分 受教權會受影響 學生受教權影響的非常嚴重 現在學生非常擔心 他們下個禮拜是可能就會遭到被迫轉學 學生非常擔心 會不會他們沒辦法如期畢業 下禮拜 為什麼 現在還學期中 為什麼 因為上個禮拜 董事長 校長 突然雙雙散詞 等於說你們校長董事長都落跑了 對 都落跑了 所以現在新聞都出來了 所以學生在上課的時候說 那我們畢業典禮 那我們下一週的課 因為為什麼學生會有這樣疑問 就是宜太盡 宜聖集團進來之後 他這一年來就已經把學生 陸陸續續的停招 然後強迫他們轉學 然後以官方的紀錄 我們這一年來宜聖進來 這一年多來已經轉走了 轉學休學的學生 大概就五百多位 是 所以 僅限存的這些 還在校的學生 所以他們非常擔心 校長已經換到了 要第六位了 他們可不可以念 看他們可不可以如期畢業 那我們還有很多大二的學生 這兩年 你們亞太已經換了六個校長 是 六個校長 八位總務長 然後學務長換了五六位了 校長也還不錯 為什麼做個幾個月 就要落跑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 董事會很強力的 介入學校的行政 比如董事長 他親自來開行政會議 學校的行政會議 那董事會也私設專簽 就是學校的校務 應該是由校長來主導嘛 然後校長 就是學校的行 學校行政的流程 一直到校長那一關 覺醒之後 他們私設了一個專簽 這個簽合完畢之後 要經過疑聖的秘書 總經理 再到董事長 所以現在你認為所有的亞太問題 就是出在董事會 是 董事會的問題是在於 他沒有足夠的能力 經營這間學校 還是他當初入竹董事會 入竹亞太 就是別有用心 我們如今看來 不難 真的不難 不難不聯想 他是別有用心 因為 用的是什麼心 學校是良心事業 有利可圖嗎 以學校目前的資產來說 土地面積資產來說 我們我們他入竹前 整個登記有案的是十六億 高達十六億元 那他用一億五 取得了學校的整個經營權 捐資辦學是他當初跟教育部 跟公益董事 跟校內的實聲說的 捐資辦學 那這一年來 我們看到的 他一進來第三個月 就立刻停招所有 將一半以上的科系 這些科系含有招生 百分之百的 我看你們的科系 有些還蠻有趣的 什麼茶藝 花道 文化創意產業 所以是原本停掉一些 比較正統的 然後改成這一種 所謂的文化的 創意的東西 應該是這樣說 他進來說要創新轉型 他停掉了我們 既有有些招生 非常好的科系 然後有些是獨特的科系 比如茶葉系 這些就是只有亞太才有的 寵物系 這些只有學校 亞太獨有的科系 他說要轉型 跟他可能物業要連結有關的 那可是一直到現在 他只有停招 只有停辦 只有停招 只有把學生轉走 並沒有新設任何一所 任何一個科系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這兩年 這個集團進去亞太之後 他的經營的一些政策 不過博弈我先請教你 然後這個問題到底該怎麼理解 儘管他們師生其實已經抗爭 然後澄清很久 不過很多觀眾還是第一次聽到亞太學院 有這麼多的問題 我們很快來整理一下 早在民國九十年 那個時候叫做清明工商 不叫亞太 叫清明工商 就已經爆發董事會掏空的事情 結果教育部直接介入 然後組成管理委員會 代行這個董事會的職權 而九十一年改選 第五屆董事會之後呢 就正常的運作 也就是說 他早在九十年就出狀況了 整個教育部就把他接管下來 接管你也不可能永久接管嘛 等到他選出新的董事會 看起來不錯了 就還權於清明工商 還權之後三年呢 民國九十三年改制成 叫做清明技術學院 從清明工商 變成清明技術學院 九十九年再改制成為 叫做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那時候學生 將近四千個 三千六百九十五個 從九十年到九十九年 看起來運作的還算正常 還算正常 就是教育部第一次接管之後 清明做得還不錯 一直到九十九年改成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到民國一百零四年 又發生財政跟招生問題 所以教育部那時候就列管 變成專案輔導 從三千七百個學生 掉到剩下兩千一百個學生 學生數掉了一千多個人 一百零五年是一個關鍵 黃平章黃平章 黃平章是這個叫做什麼 宜盛集團 宜盛是做物業管理 做物流的 做保全的 那這個宜盛集團的董事長 叫做黃平章 去擔任亞太技術學院的董事長 他拿了一億五千萬出來 哇這真的是很有良心 就是那個好的企業 然後呢願意自己出資 薪資辦學 然後捐資辦學 捐錢喔 這不是投資 這是捐了一億五千萬 那個時候學生一千九百二十四個 到民國一百零六年呢 這個沒有跟教師協商 就自己扣了老師的學術研究費 就是剛剛黃老師所說的 九個科系停招 到四百五十個學生呢 休學退學 我們來看看 在接下來發展 也就是民國一百零七年 今年的時候呢 二月亞太的師生 抗議教育部放任 宜盛集團入主之後呢 不震驚的去辦學 結果是想要圖謀校慘 因此呢要求 這個宜盛集團要還這些欠的薪水 要改租董事會 確保師生權益 結果在二月十四號的時候呢 教育部要求亞太藥還給老師錢 然後罰了十萬塊等等的 三月的時候呢 校內五百二十三個師生 對董事會投下不信任票 要求教育部解散董事會 在三月底的時候呢 教育部強制亞太藥 完成校產信託 為什麼呢 就很怕說 他拿一億五千萬出來 要吃掉十六億的校園資產 所以要把所有的校園資產 全部信託 防止賤賣 然後呢 我們看到校長辭職 不好聽叫落跑啦 代理校長也辭職 董事長也辭職 大家照料料啦 現在的情形是 今天師生業術教育部 可是教育部說 還沒達到所謂的 直接解散董事會的法定標準 問題出在哪裡 我覺得問題是教育部不敢承認他的錯誤啦 就是說這點事情剛剛持續很清楚喔 在二零零一年就已經被教育部接管的亞太這個 那時候還是清明工商 其實十幾年來 公益董事一直都是存在的 就是說 他的兩屆都是所謂的這個由 可能是教育部委派的大學校長 然後退休校長 組成一個公益董事集團 那 但是為什麼會在學校學生人數已經不斷減少 有的時候我們會說沒辦法 真的說因為少子女化偏鄉學校在頭份比較難招生 他最後不得不經營困難 然後可能要退場 有的時候我們社會大眾可能都還能夠諒解 但亞太這個個案之所以 像我們工會非常的在意是說 他居然是在學生人數已經銳減的時候 你把這個學校用約定條件的方式 幾乎可以說是送給了一個保全公司 剛剛說他捐一億五千萬 但是他拿到的整個校園的資產是十六億元 這個土地建物算起來十六億元 儘管所謂校產信託 其實因為對私立學校董事會來講 他獲取利益 通常不是用直接賣土地 因為土地設計到土地變更 也要叫一步核准 本來就很難這樣做 他通常是用塞自己的人士 跟自己的集團進行採購 或者私下販賣董事席次 這些方法來做運作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把錢給轉移 那如果說這個保全公司要來好好辦學 我相信老師也不會走上街頭 最主要是他做一個很反常的事情 他來了以後主動停招科系 甚至有招生很好的科系 我這樣理解 我不是說亞太 我說譬如說某間 譬如說我是有錢人 那我想賺更多錢 然後呢我去入主這間學校的董事會 我當然清楚說 我不可能說當了董事長 掌握董事會之後 就把這間學校的土地通通 用很便宜的價錢賣給我 因為很多人會管 但是我可以這樣做 我要求這個 因為我是董事長的嘛 我要求這間學校 所有的資產管理呢 通通叫我的公司來做 的確像他們 本來可能是一年 可能是五千萬 我就委託我自己的公司 可能一億五 我就透過這種方式來賺錢 嗯 就例如說他們一入主以後保全馬上改成 疑聖集團計的保全 價格還比憑過去是貴了百分之四十 OK 那薄儀你剛剛質疑 我現在釐清一點 你的意思是說 從民國九十年 也就將近二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教育部第一次接管清明工商的時候 就已經派了公益董事進去 對亞太清明工商 對 一直到現在 對 中間只換借過一次 這二十多年來 都有教育部指派的公益董事在裡面 實際上二零一五年的這一起交易 也是教育部 其實是完全執行進行 因此教育部放任做事 亞太一步一步爛掉 完全不介入 幾乎可以這麼說 因為他不能夠承認 當初他送給了保全公司這件事情 居然等於是讓 突嬰集團進場 來把師生趕走 然後目的卻是要的是後面的這個利益 但是我覺得他不能夠 因為他不承認錯誤 來讓這些人受害 你要面子 那你不如現在趕快來處理吧 你不承認二零一五年的那場錯誤 你至少現在很明顯 校長落跑 董事會落跑 董事長落跑 然後學校不正採購 然後學生客開不足 老師聘不足 很多問題 你教育部要進場要介入 你有很多種介入機制 你說改善 然後改善不行 開罰 甚至最後他會演變到 我們希望的是要重新接管 但是我們這一年多來 感受到教育部是非常非常消極 真的 他說真的這些問題 以教育部真的要派人力去查 怎麼可能會無法解決 連我們工會的老師都可以收集到 很多的資料了 但教育部因為他不願意 他整個政策上面 沒有想要去扭轉這個送給了財團之後 不正辦學的現象 那導致犧牲的人是現在裡面的老師跟學生 是 校長您對私校的狀況比較熟悉 特別您用私校協進會的立場 剛剛這樣子對亞太董事會的批評公平嗎 我覺得現在的台灣應該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啦 那麼任何的處理事情 一定是要掌握到依法行政 特別是公務單位 那我想我可以完全理解 就是亞太的士生目前所處在的一種 不安定的這種感覺 但是我們要去檢視這個整個的過程 說教育部是不是有介入 或者是教育部有沒有積極的作為 可能還是要從私校法的基礎上面去做檢視 因為我們也蠻期待的 就是對於未來私校的一些狀況 希望能夠掌握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依法 依法來處理 你不能夠太好像太隨便 你這個處理上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序 為什麼 因為這些學校也是當時按照 你要求的合法程序去設置的 那未來的整個營運發生什麼狀況 我覺得要依法來行政 這第一個我們期待的就是未來 包括亞太現在教育部的一個立場 必須要合法 該給學校這個保障的部分 該給他應有的權益 你要給他應有的權益 不能夠好像沒有定罪之前 就認定他是違法或怎麼樣 我想一定要有一個程序 免得去誤會到很多現在正在積極 很好辦學的一些私立學校 第二個我覺得處理原則是要透明 我覺得教育部處理這個亞太的事情 有些部分既然已經都鬧到檯面上來了 他所有的積極的作為 或者是被認為說不積極的作為 他有介入的所有的這個動作 我認為他應該透明化 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 讓大家來檢視 你是不是按照私校法的規定 相關規定在做 這第二個原則 第三個原則我認為要聚焦 我們現在蠻期待就是說 這麼多的私立學校 不要被一桿子打翻 是 要聚焦 真正違法的 我們把它糾舉出來 那麼不要因為這些學校影響 整個私立科技大學的一些形象 如果真的有二職董事會要掏空校產 就把那個二職董事會挑出來 不要說所有的私校董事會都很惡劣 對 因為我想像說譬如說 我那不太可能 我如果陳信聰我賺了大錢 我一定是拿很多很多錢 回饋我的母校 為什麼 就是光榮回到故裡去 可是也是會有一些人 希望是少部分 他其實只是拿一點錢出來 去圖謀更大的這些利益 我想請教 這種方式 真的是像剛剛博弈所說的 我拿一筆錢出來 我掌控學校的董事會 之後我就可以掌控學校所有的資產 我愛如何無軌搬運 如何買空賣空 如何買低賣高 通通為首欲為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的 現在按照台灣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沒有人說 有了具體的試證 然後經過檢舉 然後送檢驗單位而不辦的 我覺得在台灣目前的這個社會狀況 這種事情不太容易產生 現在談的是什麼 談的是證據 就是說到底 有哪些實際的狀況發生在亞太 或任何一個實力學校 那你把試證通通送出來之後 交給相關的單位 我認為要延辦 而且我不認為說有任何的單位敢說 有了這些試證檢舉案之後 他不去查 不去辦 我覺得這是在台灣社會上不大可能被允許的 就像是說我剛剛舉 我那個例子 我不是講亞太 如果我是這個物流或是保全業者 或者是那個物業管理業者 我掌握了這間學校 然後本來也許呢 一般市價是五千萬 然後我用一億五千萬 來跟我自己的公司合作 那只要有證據 就牽涉到背信 還有其他的這些罪責 就接檢舉嘛 就檢舉就查辦 你有事證就檢舉就查嘛 那我再請教那個校長 剛剛博弈也談到從民國九十年開始 親民工商爆發第一次掏空事件 而教育部介入之後 這二十多年來 一百零七年 這二十年來 這十多年來 二十年來 教育部一直有所謂的公益董事 不管是從親民工商到親民技術學院 再到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都有教育部的人 在董事會裡面 那個公益董事 是否做視亞太一步一步的惡化 我覺得我們現在這樣推論 因為我們沒有完全掌握到很多的市政 整個董事會改組有一定的程序的 從當時從公益董事 從民國可能是九十 原來托管 教育部有一個公益董事 後來轉手給這個 另外一個財團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個程序 那個程序是否合法 我覺得可以把它拿出來檢視 我們按照事實來做檢視 而不要在這邊做這個推測 當時的董事會改組 符不符合當時市校法的一些改組 每一次開董事會 到底是不是合法 對 就是拿董事會的會議紀錄來看 對 就是檢視它嘛 整個程序是不是合法 市長老師 我想請教一下 現在那個全國教師團體的態度 可是我們剛談到 校長一直強調 其實這也是教育部 我們今天一直煩叫紀職師 紀職師的專門委員 其實也很客氣 然後也很負責的跟我們 談了很多很多 紀職師現在態度是 全面在監控亞太的發展 其實他也監控很久了 但是他現在呢 亞太的情形不達到 直接介入接管董事會的地步 他必須等到今年五月底 就這個月底呢 亞太會開一個董事會 那紀職師專委也談得很清楚 現在亞太只有兩百多萬的現金 四月份發完薪水呢 就拼了 就沒錢了 除非五月底的這個董事會 有董事願意拿錢出來 再捐錢 否則他營運就會出狀況 必須等到這個董事會 在這個月開完之後 確定沒錢了 五月的錢也沒 六月的錢也沒 拼了 教育部才有能力介入 介入之後呢 才可以依照這一條 私校法第二十五條 當董事會違反法令 違反捐助章程 導致學校校務 無法正常運作的時候 教育部要做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 要求限期改善 這個教育部已經做了 要求亞太限期改善 如果這個做了無效 所以有效無效 就是要看月底的這個董事會 如果無效呢 教育部才可以去徵詢 一個叫做私校的諮詢會 如果私校諮詢會說 真的要介入 不然事情大條 那才可以去申請法院 解除亞太董事的職務 解除之後呢 才可以去接管重新組織 教育部犯錯了嗎 在這一件事 我想如果這件事情沒有 今天沒有鬧傷檯面的話 大概亞太之後就是會轉型 講白一點 就是說他捐了一點六億 私底下的交易 不知道多少 檯面上一點六億 這一點六億在學校 還是亞太董事會自己去用 那麼他之後 我如果猜得沒錯 他之後應該會轉型 轉型之後就不是學校了 什麼社福機關 文創機關等等的 簡單講 他要轉型之前最好的方式 先把學校的老師學生通通趕走 其實這個這樣的一個模式 在其他的一個院校裡面 我們大概看到了 故意讓學校倒 當然 當然 簡單講 就是說我讓學校倒了以後 我就轉型 轉型了以後呢 我等於是掌握這十六億的校產之後 我要去做什麼社福 文創等等的都可以 只要是符合他這個轉型 這個辦法裡面的一個 一個規定 他就可以轉了 那事實上 我們現在有很多私校也是這樣子 我坦白說 我覺得 我覺得教育部在處理私校轉型退場 這件事情上是非常的消極 消極到說 即便你都可以直接跟法院宣告解散 都不會影響所謂的學生受教權 教師受教權 他也不做 我舉個例來講好了 雲林有一間叫做一新商工 九十年就沒有學生了 屏東有一個叫自成商工的 九十二年也就沒有學生了 他們其實早就符合私校法規定的解散條件的 九十幾年 九十五年 九十六年的時候就已經符合了 可是教育部到現在還沒有去解散他們 還讓他們繼續改善 我都很納悶說九十年到現在都已經幾十年都已經十幾年了都沒有學生 他要改善什麼 那學校董事會在等了什麼 找人來接手做轉型 所以我認為教育部在處理私校轉型退場這件事情上是非常消極的 舉個例子來講 那到底有沒有所謂為法當初捐助章程 我覺得你如果用嚴格一點的標準去檢視的話 其實應該是很容易啊 就是要辦學嘛 是啊 如果沒有學生來念或是你錢發不給 發不出來給老師 不動要學生轉走 當然是違反他的捐助章程 是啊 辦學義務 等一下等一下 徐正老師您剛做了一個非常嚴厲的指控 我不知道這樣解讀有沒有太過愉悅你的意思 是 你指責說長期以來私校發生困難 教育部的態度是極度消極的 而現在很多私校遇到的情形是大環境不好 然後他經營也不太好 但更惡劣是某些私校 他就是故意讓學校倒閉 儘管一直把老師趕走 把學生趕走 他最大的目的動機就是讓學校倒 他才可以轉型成為也許是長照中心啊 也是什麼健康管理什麼東西的這樣子 他才有更大的利益 而教育部在旁邊 他儘管看起來是消極的態度 但實際的結果是上下起手 共謀這些校慘掉到少數人的手中 教育部到底誰在操作這個 有沒有上下起手 我不敢講 我看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校育部在這件事情上很消極的 我剛剛舉了兩個學校 就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那事實上要把學生趕走再轉型 我想臺灣觀光學院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花蓮受風那個 還是讓學生先走啊 走了以後他就要再轉型啊 所以我們辦學的目的是把學生跟老師趕走 目前看起來這個是要磨砵是一個最快的方法 亞太有把老師跟學生趕走嗎 黃老師 當然有啊 這一年來 剛才葛校長說什麼都要依法行政 那教育部也說他們要依法行政 可是我們首先看到他把學生逼退 逼轉學 學生念不下去修學 教育部自己組成專業小組 自己調查確實有此事 所以請問是不是違反捐助章程 他是要來捐資新學的 私校各個董事都是要來捐資新學的 那在這個過程中教育部公益董事 首先他們是說要投4.8億 那為什麼捐了1.5億 就轉移整個學校的經營權了 我們也很希望檢調單位來介入調查 我們可能需要更多的說明跟證據 你說亞太不管是校方或董事會 故意把學生趕走的證據是什麼 故意趕走的證據是 第一 他要捐資新學 他要轉型 他沒有設任何科系 他停招所有科系 他開始要求各科系的主任老師 強迫學生轉學 教育部組成專案調查小組 也確實有學生表達他是被迫轉學 教育部自己 自己已經有公告這個結果了 確實有此事 學生有被迫轉學的 那我們有學生跳出來 開記者會 說他因為被迫轉學 休學 他沒辦法找到 找到適當 跟他就是原來 在亞太相同的科系 他只能被迫休學 所以現在是錯學中 這學生 大部分學生轉到其他學校 是學分是無法全部被抵免 有些甚至只修了八十個學分 有四十個學分要重修 所以他過去在亞太念的這些學分 花的時間 花的學費要重來 不能如其畢業 這些都是教育部經過自己組成 專案小組調查裡面 自己調查的一個結果 有沒有被迫休學轉學 那我們有多少同仁在遺盛進來之後 有六十幾位就這樣子被逼退了 可是黃老師 我們剛剛其實今天 很無聊的查了一下 亞太現在還在徵了 亞太我們能夠看一零市人力銀行 現在還徵一個叫做 應該有徵校長吧 校長是需要徵 學務 學生事務處 學務處的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現在還在徵聘當中 真的可以說這個學校是故意讓自己倒掉嗎 的確 我們這一年來就是看到 就是逼退 我們有很多老師都被逼退 事實上我們有甚至老師都可以出來舉證 說你只要不接行政 你就離開 你就離開 然後我們有多少老師是這樣子離開的 那同時 他把這些專任的老師 專任的職員 老師職員離開之後 他聘約故人員 所以他不斷在徵人 是沒錯 所以 但趕了更多人出去 是 就是整個人員的組織變化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 位於苗栗頭份的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這幾年來 風風雨雨 他所象徵的是整個大環境對私校經營極度困難 還是恐怕是教育部的態度實在是太消極 做事著這些私校呢 一步一步走向滅亡之路 二零一六年八月 伊聖保全公司接手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後 爆發極欠教職員薪資的爭議 去年甚至有前校長出面指控 新董事會根本無心辦學 有法定資產超過十六億元 存款數千萬 另外有八張債權憑證 如今他只以一點五億元就擁有學校 當然划算 劉少文當時指出 醫生原本承諾捐資四點八億元 初期一點五億要協助學校發展為有特色的寄職學校 但宋教育部的改善計畫書遲遲沒通過 造成學校面臨退場危機 另外高教工會也表示 醫生入主後不斷關閉科系 強逼學生轉學或轉系 光是一百零五學年度 就有近五百人休學退學 一百零六學年度上學期 又有百餘人被迫轉學 曾經就讀亞太的張同學就說 原本懷抱夢想入學 沒想到因為學校要廢系 只好被迫休學 為什麼我可以說廢就廢 不管我們這些人想讀的信念 他們就只跟我說 因為資金不足 他們沒辦法在外聘外面的導師 我想問的是 當初開這門系 難道就沒有準備好這些資金嗎 不光如此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日前不但傳出八月將停招的消息 上個月董事長黃平璋 和代理校長黃庭和還接連閃辭 學校頓時群龍無首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未來到底該何去何從 師生權益是否因此受損 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不過博宜我還是那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該用那種比較質疑的方式 質疑所謂的宜盛集團 入主亞太的動機 還是恐怕真的是大環境 讓他真的無法好好的經營這間學校 我們再來看看宜盛集團 宜盛集團的董事長 叫黃平璋 那宜盛集團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之前也是管理101 就是所謂的物業管理還蠻有名的公司 那後來也做保全 那後來跨足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行業 所以是一個還蠻大的一個事業集團 那這個事業集團的董事長呢 就入主了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那在入主在105年8月的時候呢 亞太那時候的現金有913萬 社校基金呢有2160萬 這是105年的時候 105年學年度呢 學校收入是一億八千萬 收入喔 所以學費收入是很可怕的喔 那支出當然是入不敷出 是兩億一千萬 黃平璋那時候拿了一億五千萬出來 真的是有良心的企業家啦 拿一億五千萬捐資喔 不是投資喔 是捐喔 是拿出來送給學校喔 先還資錢欠了教職員很多的錢 然後還有像銀行借款八千多萬 到了一百零七年四月的時候呢 黃平璋辭職了 那時候亞太還有七百多萬的現金 還有三千多萬的社校基金 所以其實這時候錢還變多了 從他接手的時候 九百一十三萬現金變 喔不好意思啦 少了大概是一百多萬兩百萬左右啦 但是社校基金從兩千一變成三千萬 到了今年就是大概是這幾天的時候呢 亞太的現金只剩下兩百五十萬 從九百一十三萬到現在 只剩下兩百五十萬 每個月亞太要付出一千一百萬 相關人事費用等等的 那到本學年度呢 少了三千萬 預計五月底開董事會要談怎麼辦 如果錢來了就繼續辦 如果錢沒來 就要申請一百零七學年度 停招停辦 而且要申請用這三千萬的社校基金 來去處理相關包括老師的資錢啊 其他的這些費用 他真的是一個經營困難的企業 還是別有用心的企業 OK 從這邊我們想要提兩個點 第一點齁 是先是比較消極面齁 就是說 面臨現在的困境 我們也先不要追究到底背後問題了 現在亞太既有的師生怎麼辦 從詠達四年前的強制退場的這個經營 我們那時候就學到一個教訓 教育部也承認 你應該是要等到學生逐年停招 OK你現在停招了 明年停招 後年停招 四年停招以後 等於是學校裡面學生都清空了 自然走向停辦 而不是說還有二年級的學生 三年級的學生無預警停辦 當年詠達就是因為這個無預警停辦 導致二三四年級的學生被迫要轉學 講好聽是被迫轉學啦 講更不好聽其實就是被迫錯學 因為對於這些鄉村地區的學校 他也不是那麼好轉的 他會留在那邊念書 通常考慮就是 我租附近 我租屋 我打工 我這些各種原因 或者特色的科系 他留在那邊 也沒有辦法 突然說像台北很多學校 那在這樣的環境下面 永達已經非常多學生 在那一波裡面 就是因為這個 所以教育部早就該不讓他遭受新生 對 你應該停招 然後三年後 然後這個你輔導學生 然後都已經畢業了 休業年限屆滿了 那這個時候老師在離開 我相信大家 問員不會很大 在這種情況下面是 有緩衝期嘛 有兩到三年緩衝期 但你今天不是 你今天是 好像就是說突然發生問題 你教育部早就有在輔導了 但是你今年開始說停招 今年七月就要停辦 那這樣子導致的是 師生承受最大的衝擊 誰能夠得到利益呢 董事會把師生清空以後 剛剛雖然講說 這個現金看起來錢不多 但是我們還要提醒 學校的不動產 在會計師查核的 都是在十億元以上的價值 因為學校的建物跟土地很多嘛 其實以教育部而言 如果能夠 不論是重慶接管或者強力的行政指導 協助他來再進行 用既有的校產來做抵押 很容易的 合理來講他是能夠取得現金 所以表面上面的現金不足 不應該是成為 學校可以隨便停辦的理由 你明明這十幾億累積起來 其實那也是工產啊 是教育補助款 學生的學費 或者老師們辛苦犧牲他的研究費 累積而成 應該是要來辦學的 你還有十幾億的辦學基金 你應該是要想辦法籌措繼續辦學 真的發生沒有辦法了 你至少要等到學生 原校安心畢業 老師隨著他也安心 結束課程以後 才來談停辦 不會不會 我們退一萬步想啦 希望這事不會發生 假設亞太在明年停辦 停招 他們現在宣稱 今年七月就想要停辦 好假設今年七月停辦 停招 然後學校呢 就是要整個轉型 那接下來亞太這十幾億的土地 建物還有相關的資產 的分配權 是在現有的亞太董事會手上嗎 沒錯 所以我們才特別批評 二零一六年 你教育部都看到人數在減少了 你說真的啦 你什麼都不要做 你在你公益總算上 讓學校最後走上 沒有辦法經營的情況下 校長你可以歸公耶 你可以讓苗栗 有一個很好的公立的 你不論說要做長照 社區教育中心 什麼都可以 現在不是 現在是一聲保全公司決定 我用一億五千萬捐給亞太 然後我把亞太搞倒 我就可以拿到十六億的分配權 對雖然他不能直接賣掉他 但是他可以變成他集團相關的事實 那校長一個大問題是說 教育部我們剛剛也講了 教育部也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他早就要求亞太 把所有的資產強制信託 如果強制信託 還會發生這種事嗎 我想不會了 我還是強調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行的法令 對於私校處理 是有一定的程序的 這個從剛剛幾位的角度來看 是覺得太慢了夠果斷 但是我要講一個法令 要顧及到正當性 合理性 現在啊 你如果把整個程序太快 你可能會挫殺了未來 任何一所私立的大學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是法律上去訂定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程序 要值得改進的話 要去修法 我一再強調要依法行政 否則的話 我當時我剛剛強調過 這麼多私立大學 是按照你當時的法令 一步一步去設立的 你現在怎麼可以說 把我關掉就關掉 說把我的資產沒收去 不可以這個樣子 要有一定的程序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在學校裡面 剛剛亞太太的黃老師 有提到說 把老師逼退 把資源逼退 學校裡面對老師的處理 也是有一定的程序的 都有現行法令規定 我們的教師法 對老師的處理 是有一定程序的 如果認為現在發生的情況 是跟目前的法令規定 不符成不符的法令規定的話 我們就檢舉 我們就可以申訴嘛 我們很多行政救濟的這個管道 去打官司嘛 去把我們該有的權益 去討回來 所以這部分呢 還是一樣 我覺得有 學校有違法的地方 我們就要求要就辦 這是第一個我要談的 第二個 現在的情況是 我們說現在有一些條件 去認定某些學校 是列入輔導學校 專案輔導學校 目前現在正在 準備立法院要審議的 所謂的這個轉型退場 條例當中 你只要是一被列為輔導學校 專案輔導學校 他的所有的這個不動產 就必須要信託 包括動產都要信託 一旦信託之後 就不是讓董事會為所欲為的 這不可能的事情 信託是什麼意思 我不太懂什麼叫強制信託 就是說 譬如說亞太這些土地資產 你要做任何的處分 都要經過銀行的同意嗎 可是銀行一定是依照你的決議 去辦理的啊 你要經過報給相關的主管 本來教育部同意 要報給教育部同意 所以包括剛剛講的這個轉型 那如果要報教育部同意 那信不信託都沒差了嘛 對 我們就是說這一點 所以那是個障眼法 本來教育部同意 他還是可以轉型啊 有信託還是可以轉型啊 我在講這個程序 現在的程序 我還是講 現在的程序 如果也不周圓地方 我們要修法 就保障合法的人 而不要錯殺合法的人 當然 OK 那麼我剛剛講的是輔導 專案輔導學校 如果認為他輔導 改善無效之後 那麼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提出停辦 停辦 轉型 對不起 他可以轉型 轉型的話 不是說他愛轉怎麼 就轉什麼的 你要轉型的計畫 還是要經過一定程序的這個審查的 如果轉型也沒有辦法成功 不能夠改善的話 那這個最後才是停辦 停辦有兩種 一種是學校主動提停辦 現在看起來我們推測亞太 應該是主動提停辦 對不對 那我們誤會 可能會推測他是要惡性倒閉 然後後面有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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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 那另外一種是 你被要求停辦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改善 所以你不讓你再繼續辦這個學校 但是不論轉型也好 停辦也好 在相關的條例辦法當中都有提到 對現有學生的受教權要得到保障 也就是說 你必須要讓他自然而然的每一屆 應該是會這樣 畢業之後 逐年停照就是這樣 你才能夠說轉型或停辦 這個部分是法令上 所以按理想講 不可以今年七月停辦的 現在停辦計畫還沒有提出來 對 所以教育部他們不該在外面 我再強調啦 就是說那個 因為我們今天也邀請教育部記者 那他跟我們答覆說太趕了啦 所以趕不過來 不過其實記者師的專委 願意花很多時間 跟我們談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他現在也正在看 於是博弈的具體建議說 假設這間學校提出來 停辦計畫的話 最大最大的精神 不得全部停招停辦 必須逐年停招停辦 也保障二三四年級 現在學生的權益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黃老師 我不太清楚說 把一間學校搞倒了 有什麼利益可圖 如果說第一個 教育部可以解散董事會 接管董事會 而做出更具公益的決策的時候 如果說已經強制信託 所有的資產處分 都要經過教育部 以及銀行的信託原則之後 如果說他要轉型 也都必須要提報計畫 經過教育部審核通過之後 這哪有什麼 所謂的吃掉校殘可言 我們在學校是很單純的 老師跟學生 我們只知道這個董事 是公益董事引進來的一個財團 告訴老師跟全教育部的人 要用四點八億來讓學校更好 要辦學 可是不到三個月 把所有的科系幾乎停招 是 說要設遊艇系 航空系 都說空話 沒有任何師資 沒有任何設備 甚至逼迫學生轉學 嗯哼 那我們後來也才知道 原來學校結束了 他可以轉型 是 他可以改安養院 他可以改文教機構 然後我們也覺得 原來還有這後面的龐大的利益 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運用 所以那個 就教育部又給私校 開了一個這樣的後門 那個大漏洞 可能就是在轉型之後的這個情形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一間學校呢 亞太學院呢 恐怕也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之前那個高峰永達 然後這些案子其實很多 就像在早之前 金鐘商專 然後轉型成台灣觀光學院等等的 我們來看看 雖然剛剛我們談到金鐘商專轉成 台灣觀光學院 這個在花蓮壽豐這個學校 這些學校都是教育部列管的學校 列管的標準很簡單 註冊率不到六成 我就給你列管 台灣觀光學院註冊率不到三成 可憐 這間八百幾個學生 再來南榮科大註冊率三成二 華泛三成二 和春技術學院三成五 南洋技術學院高美醫專 台灣首府大學 從佑科大等等的 註冊率低 不見得他就辦不下去 也許他之後很努力的轉 或是很努力的招生 他就會上來 不過這些都是被教育部列管的學校 萬一學校真的撐不下去 怎麼辦 現在呢 教育部其實也有一些退場條例 然後行政院呢 也有另外一個版本 那高教工會也有自己的版本 我們來看看轉型退場 行政院的版本是說 可以調整系所啊 像是亞太這樣子 就是把那個比較熱門的關掉 所以我們變成有創意的東西 或改辦其他階段的教育啊 停辦之後呢 你可以轉成其他的教育文化事業 或者是社福事業 我不知道什麼叫其他教育文化 也許是補習班之類的東西嗎 還是說那個長照公司 長照的這個集團等等的 那輔導接管呢 專案輔導如果沒有校的話呢 學校要主動申請停招停辦 學生權益呢 教育部會協助他轉學安置 但工會版是說呢 你不能讓他隨便亂轉啦 亂轉就是大開後門啦 就是那高教工會認為說 禁止辦理其他階段的教育 辦不下去就辦不下去 就教育部接管 那確保高等教育資源 然後停辦之後呢 如果無法辦呢 直接校產歸功 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初你是捐資心學嘛 所以你捐的資 就已經是公共資產了嘛 你能夠捐資的目的 沒辦法實現了 資產就歸功 再來呢 如果專案輔導無效 立即接管 不要在那邊等他啦 然後呢 再來要確保學生 可以原校畢業 我們來看看 從這一個亞太學院的風暴 看到整個私校的問題 銷售外牆斑駁老舊 屏東友達技術學院 是台灣目前唯一停辦 但還沒退場的學校 閒置四年 看起來就快變成廢墟 當初停辦 也有積欠老師薪資等問題 先前任職友達的老師說 行政院去年通過 私立大專校院轉型 及退場條例草案 希望透過設置基金 用補助和融資 協助私校轉型或退場 但就他觀察 補助和融資 如果交給校方處理 無法改正過去的錯誤 同樣面臨退場或轉型爭議的 還有花蓮的台灣觀光學院 高教工會指控 台灣運財公司 與台灣觀光學院達成協議 只要台財公司捐款六千萬 現任董事將分批請辭 未來所有董事 全由運財公司推薦擔任 而且必須將現有的教職員 全數資遣齊心可憶 教育部回應 台灣觀光學院 將校場交付信託 是私校榜樣 希望外界給經營 困難的學校轉型的機會 可以透過私人企業 願意來投入資源 來協助學校做轉型 我想這個是我們目前 而政府也鼓勵 高教工會估計 未來十年 會有四十所大專校院 兵臨退場危機 包括校地建物等總產 高達一千三百億元 空引發私校突英寄餘 教育部應該直接接管育 退場學校 才不會讓財團有機可乘 不過徐正老師 我們來談談 這個退場機制 就是說如果這個門 不夠大 沒有辦法 讓他轉型 退場 那麼就算他再爛 他也會撐到最後一刻 如果他這個門開得太大 他其實就是把學校弄倒 然後讓他可以轉型之後 有更大的利益 所以這個到底要大還是小 後門怎麼開 我想這個一定要先保障 學生受教權 跟老師的工作權 然後再來就是 你教育部接管的司機 難不成你真的要等到 他要倒了以後 你才要去去 所謂的有違法的事情 然後再去告嗎 事實上如果說 你如果他已經達到 某一種程度 覺得已經經營不下去了 你就應該要接管了 接管了以後呢 學校如果停辦的話 讓學生在原校 順利的自動的畢業 老師幫忙轉介輔導 甚至讓他有一個無息的貸款 去做其他創業等等的 或者職業再造等等都可以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工會版本 也是我們支持的 因為像現在這個轉型 就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舉個例子來講 信託又怎樣 到時候他如果要改辦另外一所 比如說私立學校高中 或者是國小階段的私立學校 根本都不用教育部審核 他只要說我要改辦 這個中小學就可以了 那現在很多中小學很流行的 不是雙語啦住宿等等的 他其實還是可以從中間獲得 獲取很大的利益 更不要說如果改造成什麼 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服行業的話呢 那事實上中間的問題可能就更大 所以你的意思 不要開那麼多門 不要讓他那麼可以 所謂的轉型成長照社服教育機構 我再舉個例子 直接接管了 我再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高教資源 是面臨的一個極度的一個不足 所以私立學校的學生 學費收得很高 我們有沒有可能 讓私立學校學生的學費 跟公立學校一樣的低 這個要國家易住財源 其實國家易住財源 除了遵稅以外 這些如果退場的一個資產 拿來去補助這個到高等教育裡面去 讓學生的學費可以便宜一點的話 這不是對整個國家社會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不過博宜我請教你 該不該再給亞太一些機會 一些時間 我們來看看 這也是技職師提供給我們的資料 儘管看起來從九十九學年度 學生從三千多個一直掉掉掉掉 掉到一百零六學年度 只剩下一千一百個 但我們如果看休學轉學 退學的比例呢 從原本三十趴二十七趴二十六趴三十趴 三十六趴 這是一百零四學年度最慘 不過這兩年呢 休學轉學退學呢 從三成六掉到剩下一成一 看起來留下來的學生也覺得 還可以繼續念 要不要再給他一點時間 這邊我們要強調是性質啦 休轉退學 本來是學生自己的一種選擇 是 如果是他自由選擇 例如說現在的確很多學生 想要捨棄鄉村 所以要進入都市 我們暫時也沒有辦法 所以過去會有三成 這代表他們在經營上不簡單 但是我們要強調是現在晚進發生 這五百多名 重點是他是非自願的 OK 他們科系停招以後 學生親口告訴我們 那個系上 所以你認為這個休轉退學的比例降低 不代表他的經營改善了 對 重點是他的性質 是不是強迫學生要轉開 學生告訴我們說 老師跟系上就告訴他 你只有兩條路走 因為我們系停招了 你只能夠轉學或者轉系 他不告訴他按照教育法令 你可以原校畢業 他故意不告訴他 那學生通常就是聽學校的 所以那就告訴家長 那我想辦法轉學 很多人甚至被迫錯學 因為他也不是那麼好轉的 結果剛剛我們就講了 那結果他背了可能念了兩年 背了二十萬的學貸 然後我們聽到那位同學是 現在在打工在餐飲店打工 還他二十萬的學貸 他什麼都沒拿到欠了二十萬 所以我們才強調說 重點是這一個強迫學生轉學的性質 是顯然違反捐助章程 所以現在才發生 校長正在思小協經會的立場 您會建議教育部對於亞太的態度是說 乾脆長痛不如短痛 早點介入 還是再給亞太更多時間 我的建議還是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 如果教育部沒有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在做 我們要請他整個把處理程序透明 透明化之後我們在監督嘛 他可以做什麼他不能做什麼 我覺得我們不斷要提醒大家 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今天臺灣是個法治的社會 任何一所私立學校是個財團法人 你不能夠隨便輕易的就不按照法律走 然後就隨隨便把人家要人家怎麼樣就怎麼樣 叫他關他就關 叫他停他就停 我覺得這個是不符法律原則的 黃老師您建議教育部該做什麼 我們一樣啊當然就是依法行政嘛 我們現在就是已經看到 就是一盛已經違反私校法的捐助章程了 董事會他也介入學校的行政 私校法裡面有明確的 董事會是不能介入學校行政 這些都有佐證了 圖利自家的餐廳 採購自家的月餅 保全 然後用更高額的 要支出 然後違法減扣薪 然後為補足社校基金 這些都是很明確的市政了 依法行政就是違反捐助章程了 難道叫做不代表 你們可以去警察 走 各個人和武器 他們想要到廓盤 便宜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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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